大家說肩胛骨要不要往後收喔 我盡量保持在中立 當你的肩胛骨越穩定 你的肩關節水平那時候 它的活動度就越大 你就越需要用到主動的肌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凱教練 今天我在星球健身 練我的胸肌 那等一下跟朋友分享的是我練胸的 最後一個超級組 前面上胸已經練完了 攝影師也知道對不對 你剛好練喔 攝影師我跟你講一個技巧 以後我說攝影師練完就點頭就好 不是你點頭你鏡頭要點 對對對OK 那我們現在練到平胸 平胸我就三次的訓練組 我就結束 組數不多但強度很高 而且利用到所有 我們肌肥大裡面該有的原則 上過我課的朋友都知道 我常常說我不在乎我們做什麼動作 我們應該在乎目標肌肉 他是做什麼樣的功能 而在這個功能的情況之下 用最長的活動範圍 給他施加阻力 然後達到無養最大的程度累積 機械張力加上代謝壓力 最後達到一點肌肉破壞 所有該給的條件給滿 照理來說你直接做到的話 就交給基因交給飲食了齁 其他的你沒得負責喔 那所以我會有一個平胸 稍微有一點角度 所以他是水平進來 帶一點點圍曲 等一下會借另外一台機器 是坐姿的平胸 然後他因為角度的關係 他的水平內收可以進來更多一點點 最後我們的胸還會帶一個 肩關節內收 外展內收的一個情況 往前一些些的 所以我在三個不同的角度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三個動作做完 大概是幾秒 我大概相信應該在 一分鐘到七十秒 上下我會做完 OK 每一個都做到 一個RIR 甚至完全力竭 我們來操作一次 OK 所以這回找一個大概 六到八下就力竭的重量 這是最後一組喔 所以沒力氣了 好嗎 OK 1 1 2 3 你可以看到我的軌道 來到平修上 往左骨頭去一點 6 如果不做可以大概剩一個 1 2 相信完全沒力 我們來到第二個 沒有公腰 沒有借力 完全是兇的力量 推到你 大家會感覺 我的肩關節真的只有水平內收 我完全沒有肩胛骨的前後移動 往後人家說肩胛骨要不要往後收喔 我盡量保持在中立 當你的肩胛骨越穩定 你的肩關節水平內收 它的活動度就越大 你越需要用到主動的肌肉 最後兩個 做不完了 最後一個三分之一 OK 然後來最後一個動作 我帽子會反戴 我頭會頂在這邊 給自己一點接力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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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那今天聊天生 今天就聊到這邊 下次再跟大家一起 聊天生